制度论业 大制度论里面所说的 如 发信 设计 四三皆是 驻发十项之一名 这三个都是 讲的 驻发十项 驻发十项这个名词 佛在《般若经》里面 讲的最多 我们一般 可以这样的说法 如果有人问我 佛华讲的是什么 佛经讲的是什么 你们学佛的人学的是什么 你就只用这一句话回答就行了 驻发十项 这是经文上的词 他问什么叫驻发十项 宇宙之间 所有万事万无的真相 在佛经的名词上 就叫做驻发十项 佛 四十九年就讲这个 经典里面所教的也是这个 我们每天在学习也是这个 真相 真相明白了 就叫觉悟 不了解四十真相 就叫迷惑 迷失凡夫 悟教佛菩萨 就这么回事情 那么现在 我们想想 所谓的科学 这学 他每天在学习什么 还不是诸法十项吗 都在研究这个 那实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没有 没搞清楚 也没搞明白 那佛在经典呢 把这个事情 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那佛用什么方法 佛用戒定慧 因戒得定 因定开慧 智慧 一开 就明白了 诸法十项啊 就侮辱了 那么世间 这些科学 这些人在研究 他为什么 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明白 因为他没有 因为他没有 鉴定慧 这是事实 科学家 也要用 用鉴定慧的方法 他就是佛菩萨 做咨语的方法